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它是什么呢 如果说向上 它能不能满足什么奇迹呢 量能是方大的 而且的话呢 从周开来讲能够稳稳的站在五周均线的上方 如果说能够站在五周均线的上方 量能能够方大 伴随的话呢 相应的购物层面来讲 有些购物能够走出风向标 那么它可能会延续一下 但是目前来看的话呢 这两个条件满足与否 还需要进一步的观望 这是从周开来的表达 一种周开来的表达能够告诉我们的一个节点 就属于底分 是属于弱底分 五周均线压制 然而如初线即将变盘 周开来只能告诉我们这些 而且的话呢 它距离这个位置 它调整的其实在我眼中并不特别充分 好 下方的支撑节点的话呢 可能要找750点附近去了 就是真的想向下再去找支撑的话 好 这是周开的一个表达 那么日开的一个表达的话呢 我们来看 日开的话呢 当前已经呈现的是顶分破五均 前面的话呢 其实从10月12日的低点 10月12日的低点880以来 它反正已经属于一比上 一比上的话 那么在上周五出现这样的一个回落 它实际上已经呈现了一个顶分破五均 顶分破五均的话呢 那么再结合它大的一个组织结构 大的一个组织结构的话呢 对于西图永词 此说的一个表达来讲 毫无疑问 没有任何的悬念 它是属于破位下跌之后的反周 那么我们来看 不管是从趋势线的表达来讲 它也说呢 从前面的这样的一个残论结构 来去观察 它都属于什么呢 内部来讲前面呈现这样的一个 日线的MAC顶背离 然后呢 残论结构上面来讲 也进入这样的一个背词段内部 有这样的一个背词关系 有这样的一个背词关系的话呢 对应的当前它的一个回落的话呢 就是如果说把1149.98 这个位置作为一类卖点 一类卖点它只是走的一比下 当前一比上而已 一比上的话呢 朱燕顶分破五均 后面观察呢这个位置 就能从 理论的一个视角来观察这个反强 实际上只要不能突破前面的高点 它就属于二类卖点吗 它也属于二类卖点 二类卖点 如果说参考什么 参考前面的这个位置中枢 把它作为一个中枢来看 那么这个二类卖点的话呢 它出现在中枢内 和咱们前面讲的一个节点 就是这个位置 它即便主强一下 它只要不能突破 前面高点的对应的还是属于二类卖点 只不过呢 咱们二类卖点的一个表达来讲 它是不是有三种 从位置关系来讲 在上一个中枢上 中枢内和中枢下 如果说是中枢下的话呢 成现真的二类卖点 它就属于二三类卖点的充衡了 当前的话呢 它的一个表达来讲 或做出延伸 但是这个位置已经充不上中枢 中间给了一次 给了一次三类卖点的位置 说这个节点的话呢 对应了它作为 当前的表达呢 就属于 反弹一比上 呈现这样的一个顶分 而且的话呢 破五均 破五均的话呢 那么当前的一个节点的话呢 也是 对于西州泳之指数的一个表达来讲 密切观察的一个节点是什么呢 好 前面这样的一个 上涨的幅度比较明显 就是比较强劲 强劲的过程当中 呈现这样的量压背离 MSD顶背离 顶背离过程呢 颇位过程呢 我们对比什么呢 从高低点 这是一比下 比较强劲 当前的一个一比上的话反弹 连上方的半分位都没越过去 所以说这个位置向上的话呢 咱们更多的 就是下 同样是下跌 它到底是上涨趋势 过程当中的回测 还是属于破位之后的一个下跌走法 如果是趋势大的趋势走坏的话呢 那么反弹实际上就要找卖点吗 这是毫无悬念呢 好 这是对于日线的一个表达 日线的表达的话 那么对应的 呃 当前的一个节点的话呢 也就是说 先说呢 咱们前面讲的 日线 顶分 破五均 就要以防范风险为主了 后面呢 如果有反复 他看他能不能强势的带亮的把 上周式的高点给覆盖掉 如果说能 那么顶分被化解 如果不能 那么呢 这个位置防范向下走出一笔下 如果说呢 这个位置 他什么时候会迎接新的机会点呢 如果这个位置 就是呢 向下的话呢 就要观察它内部的一个走势结构了 这个位置的话呢 其实它呈现的是属于最小级别的 这样的一个趋势下跌 这一笔下的内部 如果说呢 这个位置 如果说向下 给出一笔下 观察前低破不破 如果破了前面低点 那么观察这一笔下的内部结构 和他如果说有被吃 那么呢 他大概率 在下方上的平台附近 144年军业附近 如果说呢 回落能够酝酿出日线的底背离 或者说呢 60分钟 30分钟级别底背离 如果说一笔下给新低 他的和他呢 有这样的一个被吃关系 有这样的底背离的公正 那么呢 回落时候呢可能还会有这样的一个反抽 这个反抽的话呢 完全可以组建30分钟出吗 30分钟出出组建完成过之后 那么呢再看他的反弹力度 力度如果说强多完两天力度弱 那么不排除再次往下 如果说这样的结构走完了 他依然保持在144年军业附近 或者说不破 那么他与他有被吃 那么可以用30分钟级别的 这样的一个盘整下跌 发生标准被吃 找30分钟级别的这样的一类买点 然后呢去跟 后面的话呢 如果说内部结构饱满 就跟如果内部结构不饱满 也没有出现强底分 那么等待什么时候出现30分钟 级别的二类买点去把握 或者去观察 那么当前这个节点的话呢 还是上上 那么呢 对应的一高低点的半分位 它是一个承压的节点 而且从残论结构上面来讲 当前一笔下呈现顶分破五军了 好 这是对于西东勇之指数的一个表达 咱们前面的话呢 其实对于个股来讲 我们先看北方西图 北方西图的话呢 咱们前面 对它的一个观察基点什么大的方向 它是属于 从残论结构的视角来讲 结合咱们前面讲的经验 什么意思呢 这个位置从 七月 进入去月份以来进入主升 当时的话呢 从二十干到五十块钱 干到五十块钱的话呢 也翻了一倍多 一倍多的话呢 按照咱们前面讲的经验的一个视角来讲 是可放弃的 从稳健的一个视角来讲 列出呢 一个平台 平台 不管是三十分钟 还是日线级别中枢 直接进入主升 像是离开一段直接进入主升 翻了一倍多 甚至两倍 那么后面的话呢 是可放弃的 可放弃的话呢 那么当时这是一种经验的视角 不是这一只购物 任何购物 呈现这种状态 都是保持这样的一个态度 一 稳健视角是可以放弃的 二的话呢 即便 依然去把握 一定要 于往上 长远越轻 于谨慎而已 那么当前这个位置的反 这个位置的一笔下一笔上 一笔下 那么当前 单纯出图是结构上面来讲 那么对应的下方低点和低点相连 可以把它作为一个 呃 传统意义上的一个支撑界点 来去参考 那么从 呃 残论视角下的话呢 那么这个界点就属于下跌式极限的反弹的 力度相对的是弱的 相对的弱的话呢 那么在高低点半分会做一个呃 呃 承压的一个观察界点 那么呢 密切观察如果说用三十分钟操作级别来看 日线只要呈现这样的一个顶分破五均 就要防范风险 但是咱们在上一个视频讲到的像北方企图 当前他的观察呢 是属于用下方这里的一个小平台 作为一个平中节点 这个小平台的位置是呢 是属于五分钟的中枢延伸 五分钟中枢延伸的话呢 那么他的五分钟枢上方 五分钟枢上延四十五块三毛九 好 也就是说呢 这个位置回落五四十五块三毛九的位置 不破 他是有可能会成立五分钟级别的三个买点的 如果破的话呢 那么三百不成立 如果不破的话 三百三百到时候在观察他向上反弹 三脉转二脉 还是三脉转一脉 这就是对于北方稀土 当前的一个机会点的一个跟踪和观察 因为这个是有小平台 连续两天 甚至有突破 突破中的回落不破 五军不破下方的平台 那么他可能会存在五分钟级别的三点买点 如果破的话呢 三脉不成立 三脉不成立的防范呢 是中枢延伸或者是反向 好 这是北方稀土 其实呢 前面在这个节点的过程当中 包括呢 每一个热点每一个阶段性的热点 从涨到跌 他都会催生一大波 散户高位站岗被套 这是庶民 唯一想解决这个问题 一个是常委管理来去严格一点 一个是什么呢 欲往上欲谨慎 好 这是北方稀土 那么再看五方稀土 五方稀土的话呢 那么当前的一个表达来讲 咱们前面也表达过 一 前面的这个位置 他也是经历了这样的一个阻生浪之后 阻生浪之后呢 一旦出现这样的一个顶峰破五军 就要进行离场 当前的一个表达的话呢 向下 140年军业是一个参考的节点 向上的话呢 把他作为一个这个位置 是把他作为一个三十分钟数来去看待的 三十分钟盘转下跌 盘转离开段和进入段来讲 并没有明显的被迟 这个位置反弹的话 其实靠近三十分钟数上沿 三十分钟数下沿 靠近中数下沿的话 这个位置实际上是在风险点附近 是以找卖点为主的 就是防范的是如果不破是三卖 如果就能不接不接触前面这个位置 他就属于三列卖点 如果接触的话呢 那么他防范的是中数延伸 也要防范一笔下回落 当前的话呢 像周五是被周四所包含的 还没有显得顶分 但是呢 像这类个股的话呢 对应了咱们前面讲的向上 前面这是乘压的节点 然而如果说一旦顶分破五均的话呢 就要防范风险了 后面如果说 像这类个股如果说后面回落 哎破了前面低点 五十一百四十元附近 再出现新的底分 观察这一段和这一段 他们内部有没有被吃 有被吃的话呢 那么他完全可以组建第二个三十分钟数 好 如果说呢 这个位置回落不破前面低点的话呢 那么不破前面低点 同样的 也不用 如果说量能没有明显的跟上 没有公正也不用着急的去接入 如果说呢 哎后面反常力度比较强 进入这个中数内部 后面呢 再以笔下回落不破前面低点 可以把它作为三十分钟级别中数的组成 以及呢 三十分钟级别的二类买点 来去把握 和跟踪 好 这是五矿系图 那么我们再看圣核资源 圣核资源的话呢 咱们前面讲的也是如此啊 就属于上方 对呢 这是嗯 从它的大的结构来讲的话呢 前面它是一个三十分钟趋势上 这个趋势上的结构是比较饱满的 虽然说涨幅 因为第一波的时候呢 最早的时候它是有这样的一个 龙头的一个光环在 就这一轮的涨幅比较高 涨幅比较高的话呢 从十四块九的位置 它实际上是走的是一个三十分钟级别的 这样的一个趋势上涨 结构饱满 这是咱们前面都是讲到的 这是一个三十分钟中枢延伸 这个位置是第二个三十分钟枢 中枢 中枢的话呢 这个位置先再往上 它是属于三十分钟趋势上趋势被辞 趋势被辞的话呢 那么对应的结构饱满 结构饱满的话呢 对应的就是以 风险点找卖点 而且当时的话呢 日线 MSD顶背离非常标准 非常标准过程呢 再一次回落之后再反弹 当时讲到了这个几点 他如果说强 可以呢作为中枢延伸 再向上走离开段 但是这个离开段呢 和前面相比来讲 大概会发生被值 也在向上 即便突破29块2.8也是找卖点的 如果不能突破的话呢 那就是二类卖点 同样做卖点 听说不管突破与否 主要不是这种强有力的 加速上 他都是卖点 在这种情况下何必去追呢 好 那么往下的话呢 那么防范的是反向运动 当前来看的话呢 这是一笔下的回落 回落之后的话呢 反出力度比较弱 如果说连前面这个 这个位置 低点都不接触 他实际上还是属于 线段下的延续 而且是一种 空方力量比较强的一种表达 如果接触的话呢 那么 他也只能作为29块2.8以来的 一笔上一笔下一笔上 只是做一个30分钟输出镜而已 大概的还要再一次快按拐头的 所以这个位置的话呢 他当然当下 依然不是一个好的机会点 好 这是盛核资源 那么我们再来看 像广升有色 广升有色的话呢 那么当前 咱其实大方小异 这个反弹的话呢 那么上方一个是缺口的位置 一个是属于什么呢 反弹它的一个整体的量能的持续而言 当前的话又呈现一个顶分破五均 顶分破五均 顶分破五均呢 就是当前整个板块来讲是偏弱的 整个板块的 不管是从资金 还是从个股的一个表达来讲 持续性是偏差的 他这是广升有色 像这里的下方的他支撑基点 就看一百四十点均现了 上方的话呢 缺口的位置是一个观察基点 好 那么我们再来看的话呢 列出像包钢股份 好 包钢股份的话呢 这一支个股 前面 连续的小银 小兴小兴小兴 然后呢 刚刚给出连续两天的方量 周五的时间呢 立马就是一个低黑低轴 就是呢 出现一个强顶分 破五军的走法 是为什么意思呢 这个位置就是走势而言 有点不坏好意 为什么呢 这个位置估计呢 又有散户追进去了 从方量能够看出来啊 而且呢 这一支个股从他的一个技术表来来讲 其实很清晰的 就是呢 个股的一个成像 这个位置 他属于这样的一个下行通道的一个内部 如果说用残论结构来讲 这个位置是可以把它作为一个中枢 那么当前的一个反处比较弱 连前面这个中枢上沿不接触 或者靠近的话 实际上是属于三连卖点 他说典型的就是属于三连卖点吗 只要不接触就三连卖点 只不过下方呢 这个位置有一个交替整理位 这个交替整理位略有支撑 后面的观察撑不撑得住 而且呢 根据交替整理的这种理论来去观测的话呢 那么交替整理位附近要么不跌破 要跌破的话呢 很容易出现急速的跌破 反弹也是一样的 打个比方前面 有这样的一个不同的级点 有这样的一个交替整理位 就是平台 反弹过程当中 那么在这交替整理位这个区间之内 就呢 他可能在这交替整理位附近 就是下方 可能不断的墨迹 不断的增浪整理去消化 套了松霸的 要么就是上不去下来了 要么呢 他可能会面临一个相当加速的一种方法 反正也是一样的 所以包钢股份当前的一个表达 他首先是下行 下行通道内的表达而已 下方 交替整理位附近 直升 其实在我眼中看 他并不特别强劲 好 而且的话呢 当吃坏一毛四 出现这样哪个高开低度大一梦 而后呢顶分 顶分呈现过 后面的话不能创新高 实际上就是以避险为主 避险为主 避险为主了 就是属于什么呢 趋势好 趋势不好 趋势坏 趋势没坏 那是不同的态度 先观察大的方向 然后再观察节奏的问题 或者是有没有机会的问题 这是包钢股份 那么我们再来看像厦门物业 厦门物业的话呢 当前的一个节点的话呢 他也是调整比较急切 反弹的力度比较弱 又出现周五的时间 也出现这样的一个强顶分 强顶分呈现过 做的话呢 那么对应的下方 先考验144年均线 如果说不破 这个位置增大整理 如果破的话呢 他可能还会继续往下 好 所以说呢 对于稀土方向的更多的 还是要先观察整个尺数的 成交量的持续性 整个指数的一个位置关系 真的可能调的足够深 横盘的时间足够长 后面呢 不知道什么时候可能 还会有新的一轮机会点 或者新的启动 新的轮动 但是眼下的话呢 还是甚至优胜 其实前面的话呢 咱们逐一啊 像对于半导体提醒风险 对于像稀土 像锂电 保持隐患 然后提醒风险 可能有的呢 提醒风险的在哪个节点 从走势来看 可能偏早了一点 因为当时有的板块 他属于背了又背 已经经历组生了 而且呢 进入日线顶背离了 顶背离之后呢 还在往上冲 还在往上冲 那么如果说足够谨慎 可能会面临一小部分踏空的 这让哪个现实 这是难以避免的 但是呢 正是因为一次又一次 那样减税 才能够规避一次又一次更大的风险 好 这是 下面无意 好 那么呢 以上的话呢 只作为技术交流 经验分享 不作为买卖依据 就那对一个板块来讲 首先你要看他趋势 在不在 然后再看他的资金在不在 最后呢 你再看有没有风向标 而不要孤立的看待自己手里 不要孤立的看待一只个股 如果说大的趋势也没有 反强的力度 量能也没有持续性 资金也没有债 这种情况下的话呢 没有的不要轻易的去朝底去追高 有的话呢 如果说前面错过的应对 那么的就要去想要去纠错 而不是去 侥幸幻想 好 那么如果说没有管住手怎么办呢 速度一定要快 整个热点 当前的市场是缺乏主流热点的 而且板块轮动比较快 持续性偏差 那么呢 如果说 仓位轻的 但是呢 又有这样的一个把握的 一定要速度要快一点 见好就收 不好也要接着收 一定要把风控放在第一位 好 这是对于稀土的一个态度 喜欢的朋友记得点击关注 欢迎记得留言点赞 好再见